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公s 皇上又要让臣妾顾全大局了 皇上一直要臣妾顾全大局 臣妾也一直为大局忍耐 只是李 rä 连你我面都没见过就糟了 劲丝 你小心翼翼地把他养那么大 也有可能是魏彦婉所害 走得这么可怜 请不吝点赞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做那样的事 我已答应从宫女起 就一直待在朕的身边 可以说是朕 一手调教出来的 你认为朕会一手调教出来 一个毒妇吗 害死了朕的儿女 还舍出了自己生母的性命 来为自己顶罪 这有可能吗 如意 臣妾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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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妾明白了 你不认为朕多 那又是妾 谢谢郁主 海带都实现了 此后 有请的 那些え 袁元 有什么 这是 不认为皇上 等会儿 只能自求豆腐吧 若不是魏燕婉救了何敬公主的毒子 何敬公主开口 皇上怎么会如此宽众魏燕婉 更不会让她有了身孕 只是皇上一向是唐爱何敬公主的 何敬公主背后又有科尔钦布 就算咱们心中再气氛难平 眼下似乎也只能够按照皇上的心意 顾全大局 姐姐 咱们就再忍一忍吧 要我放下永景和景思的事 我是放不下的 只是眼下棋局难破 唯有攒其安人 死寂而动吧 对 该你了 臣妾请皇后娘娘万安 起来吧 谢谢皇后娘娘 你们几个到宫里 也有些日子了 还惯吗 承蒙皇上 皇后娘娘厚爱 臣妾觉得在这儿 跟家没什么分别 玉萍 新人里边 你的位分是最高的 你也最得皇上的宠爱 你要好好地伺候皇上 是 你们也是 也要好好地伺候皇上 为皇家早日开枝散叶啊 是 这个玉萍 年岁也不小了 怎么这么爱撒娇撒吃的 你听说什么了 能听说什么呀 看京师房的激荡就知道了 这个月 事情最多的就是玉萍 玉萍是新人里位分最高的 皇上宠他也是情理之中啊 你别说 三十岁了 倒是有一番成熟的风云 那哪里是成熟啊 分明就是狐媚 皇后娘娘 我跟你说啊 你又哪儿听来的 姐姐 昨个皇上问了永齐的婚事 不知道皇上有什么打算 我回头问问皇上 姐姐 我注意到你今日穿了双新鞋 样式很不一般呢 是且儿个心得的 你要是喜欢 就把样式给你送过去 好 你可听说 玉萍得宠 很不安分 说她第一次世锦的时候 可真捏了皇上的鼻子呢 从哪儿听说她 臣妾也不过是听人抱怨 虽说克平 尹妃 与玉萍一样 都出身蒙古 本该亲戚 但他们都向她有些轻浮 不愿搭理她 我倒是觉得 这话应当有七八分支 否则 皇上怎么会如此宠爱她呢 债丧跟敦留着这个女儿 到三十岁 如今可是派上用着了 也是 永齐福尽的事 皇上考虑得如何了 永齐的婚事 朕已经细想过了 有个极好的人选 便是鄂尔泰的孙女 西林觉罗氏 皇上为何选了她 鄂尔泰是先帝 留给朕的辅佐大臣 本陪享太庙 入贤良辞 只是她的侄子 恶常不争气 半了事 才连累厄尔泰 被撤出嫌良辞 但是罪不及子孙 若是永齐 娶了西林觉罗氏 一来可显天家宽忽 二来也可宽慰厄尔泰全族 免利她 还在朝为官的子职啊 皇上思虑的周全 厄尔泰族人得皇上赐婚 必会感激体力的 好 那过几日 朕就下旨 让永齐 去西陵觉罗市 为敌附近 好 永齐和福晋 相处得还好吗 还好 只是前朝事多 永齐和福晋 相处时日较少 日子久了就好了 姐姐 那不是玉品吗 客人进步 历代都出皇后 最不计也是个淑妃 本宫只是个平位 自然委屈了 皇上不是答应了主 会即刻封妃吗 您才进宫多久 这都算快的了 妃为算什么 皇后年长 也失过仇 等皇上哪天 彻底怨弃了她 后位就是本宫的 谁叫咱们博尔吉吉特侍 专出大亲皇后呢 太宗的孝端皇后 孝庄皇后 世祖的孝慧皇后 都是咱们博尔吉吉特侍的女子 皇上唯一的嫡公主 何敬公主 当年也是嫁到咱们克尔沁部来 如今的皇后 也就是季后 这中宫的宝座 能不能坐得稳 还了说呢 说话竟然如此猖狂 再说了 这封妃的事 姐姐和我 怎么会都不知晓呢 这自然是 诊判私语了 不过 克尔沁部的格格要封妃 也是理所应当的 但公然说这样的话 就是犯上 娘娘应该即刻传账 一次传账 就能灭了她的野心了 这想着 这几年封的妃子 只有尹妃 妃位上还空着几个人 皇上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玉嫔不错 身心热情 门帝也高贵 皇上封玉嫔为玉妃 也是给克尔沁部连面 毕竟满猛联姻 和亲公主 也是嫁娶了克尔沁部 是啊 所以 这玉嫔的丰妃之礼 一定要格外正重 臣妾会办妥丰妃之事 恶求体面风光 好 朕在想啊 永齐封为贝勒之事 也一并办了吧 好 时候不早了 皇上可要安置了 朕翻了玉嫔的牌子 还是去永和宫看看她 不如皇后早些安置 臣妾恭送皇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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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